富有诗书气自华,你好,欢迎来到每日一书 当下的启蒙 这本书是2018年9月在美国出版的 作者斯蒂芬·平克是哈佛大学教授 世界著名认知心理学家 也是当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平克的上一本长销书白板 你也许并不陌生 实际上他的书几乎本本长销 而且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 足见其思想的颠覆性 平克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看到 在当前的世界 弥漫着对人类命运的悲观态度 对科技发展的质疑 和对当代社会的嘲讽 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精英还是民众 相当一部分人都认为 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 平克认为事实远非如此 但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误解呢 原因是人们对启蒙运动历史的淡忘 确切地来说 是人们对启蒙运动的成就 思想和启示的淡忘 通过这本书 作者希望我们铭记 启蒙运动的历史和成就 纠正我们对人类社会现状的偏见 并号召我们用启蒙思想 武装自己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好 下面我将分三个部分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部分 启蒙思想的产生 你将了解到平克眼中的启蒙思想是怎么来的 第二部分 启蒙思想的作用 这部分你会听到 自启蒙运动产生以来 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最后一部分 我们来看看 启蒙思想在今天面临哪些挑战 平克又是怎么看待这些挑战的 首先 我们先来谈谈启蒙思想的产生过程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来给你说说 启蒙思想是什么 启蒙运动是17世纪开始的 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又一次 大型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 涌现出了多位大思想家 启蒙思想家们 在宣扬自己的观点时 都强调了理性 科学 人文主义和进步 这四个理念 换句话说 这四个理念 就构成了启蒙一词的主要内涵 启蒙思想家们 试图用理性去洞察整个世界 而不是担心臣服于教条 权威 占谱 直觉和神秘主义 这些非理性的东西 通过对理性的践行 他们发现 记录奇迹的故事 是可疑的 圣书的作者 也不过是凡人而已 自然灾害 并非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不同文化族群的信仰 有时候是相互矛盾的 通过理性 先知者找到了解释 这个世界的规律 规律越积越多 也就渐渐产生了科学 可以说 科学是人类理性的结晶 同样的 宗教观念在人心中渐渐崩塌之后 人文主义为世俗道德提供了新的基础 同时 人文主义也为科学找到了目的和意义 在启蒙运动过程中 人类渐渐觉醒 我们既不需要对糟糕的现状逆来顺受 也不需要沉迷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我们需要的是通过运用理性 科学和人文主义 不断解决问题和困难 从而取得进步 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明白了启蒙的含义 我们就来看看 启蒙思想是怎样产生的 在平客看来 启蒙思想来源于 人类对自我发展的诉求 而这个诉求又跟两个因素有关 商和信息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商 商 就是伙子旁 右边一个商业的商字 商 原本是个热力学名词 它表示的是在能量转换过程中 丢失掉的那部分 热力学指出 一个系统里的能量是守恒的 并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但是在转化过程中 总有一部分能量会被浪费掉 这部分就被叫做商 关于商 还有一个著名的商增原理 意思是 被浪费掉的能量 只会越来越多 直到所有的能量都耗尽 如果想要减缓商的增加 就必须有外部的干预 举个例子 假如你必须要在五分钟内 喝光一杯热咖啡 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让咖啡自己变凉 第二 往咖啡里加冷牛奶 你会怎样选择呢 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后者 但是正确的做法 其实是让咖啡自己变凉 因为决定咖啡降温速度的 是它与空气的温差 温差越大 降温越快 但如果加入了冷牛奶 使温差缩小 咖啡也就冷得慢了 在这个例子里 往咖啡里倒牛奶 就是一个 施加外部干预的过程 这个定理同样适用于解释生物的行为 每个生命体都可以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 就算我们每天什么都不做 也会有能量的损耗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进化来维持生存 但是我们补充的能量 远没有我们消耗得多 因此 生命才会衰老 明白了伤的概念之后 我们就来说说信息这个关键词 平克认为 信息是生命在进化过程中 不断接收的东西 20世纪 科学发现 生命的神经元网络 不仅可以保存信息 而且可以把信息转化成 有用的知识和有序的行动 人类的祖先 在生存和繁育的过程中 有意无意地对大脑的发育 投入了更多的精力 渐渐拥有了更强的 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于是能够不断地 从外界 吸收更多的能量 成功适应种种险恶环境 这个过程中 整个人类 可以被视作一个系统 而信息 就是那个外部干预 人类对信息的处理能力 远远优于其他物种 大大阻挡了伤的增加 因此 才能战胜其他物种 走上地球食物链的顶端 以上就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来小结一下 正是由于伤增原理的作用 人类才必须通过不断搜集 并处理信息的方式 增强外部干预的效果 以便更好的吸收能量 适应环境 进而延缓伤的增加 最终保证自身的不断进化和发展 而这种对自我发展的渴求 到了17世纪 逐渐孕育出了启蒙思想 人类的一切活动和进步 终究都是为了幸福 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看启蒙思想 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平克认为 不论在哪个时代 判断人类的幸福指数 都可以参考四个前提 分别是 寿命 安全 自由 和情感 我们就先来谈谈 人类寿命的变化 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 人类平均寿命都在30岁左右 到了18世纪中期 全人类的平均寿命依然如故 对于那时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活到三四十岁 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晚年 中国古代把70岁叫做古稀之年 这也是因为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太短 启蒙运动开始后 人文主义思想成为主流 推动了科学 特别是医学和农学的发展 使得困扰人类的恶性疾病和饥荒 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二战之后 大规模战争数量 达到人类历史的最低点 这一切使得人类的寿命 在较短的时期内飞速增长 到2015年 人类的平均寿命 已经长到71.4岁 随着医疗水平 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科学家预测 未来 人类的平均寿命 将有可能达到108岁 说完寿命的变化 我们再来谈谈安全问题 书中说 如今 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 最安全的时代 随着安全常识的普及 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意外事故 谋杀等导致的伤亡 在近两三个世纪中 急剧减少 数据显示 在2000年至2012年之间 谋杀致死的人数 少了数十万 甚至上百万 另外 近几年交通事故致死的人数 也达到了历史最低点 再来看看 让西方世界 闻风丧胆的恐怖主义 2016年 大多数美国人 把恐怖主义 视为美国当前 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甚至有人把恐怖主义 视为西方社会崩溃的前兆 但事实上 全世界恐怖主义致死的人数 远远低于谋杀 局部战争 机动车事故致死的人数 在2014年的美国 恐怖主义导致的死亡 只有19例 人类在寿命和安全两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以往相当严峻的环境问题 也得到了良好的控制和缓解 那么自由呢 自由有两个基本条件 财富和时间 如今世界的平均富裕程度 是两个世纪前的一百倍 人权的大幅进步 工时的大幅缩减 大型器械 现代交通工具 和通讯设备等科技工具的出现 使得人们的自由时间 大大增加了 可以去做各种各样 想做的事情 在清淡方面 过去的男权和父权社会里 夫妻关系 夫子妇女关系很不平等 更谈不上什么婚恋自由 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 女性的权力意识开始苏醒 社会也越来越重视女性的地位 加上先进的通讯工具和社交软件 不仅让找朋友 寻爱情变得容易许多 也使亲人 友人 爱人之间的联系 无比辩解 此外 当代人让自己快乐幸福的方式 也比前现代社会的人丰富百倍 空调 电脑 智能手机 出国旅游等等 这些物质条件和消遣方式 就连古代的帝王和富豪 也无福销售 你看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 人类的生活 的确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这个世界 不仅不糟糕 而且正变得越来越好 未来也远没有那么可怕 至少 我们的痛苦 比过去的人少多了 很多当代人 只是身在福中 不知福罢了 到这里 第二部分的内容就说完了 下面进入第三部分 在平克眼中 当下的启蒙 面临着哪些挑战 他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前面说过 启蒙思想的内涵 包括了理性 科学 和人文主义 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 先来看看平克 是如何捍卫理性的 平克指出 我们之所以认为 世界正在变糟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的不理性 信奉浪漫主义的人会说 我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为了去思考 而是为了去感受 去生活 直觉主义人士的座右铭呢 可能是 要追随直觉和内心 所以 他们常常把直观感受 当作认知 也就没办法正确地认识世界 浪漫主义 直觉主义 神秘主义和相对主义等观念 都有其价值与合理性 但不应该将其当作 至高无上的准则和人生观 平克说 当这些非理性主义者 开口批判理性 并且为自己的主义辩驳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自相矛盾了 因为他们在企图说服别人 而说服 必须有理有据 要诉诸理性 也就是说 理性是一切准则中的准则 不过 就连许多奉行理性的人 很多言行其实都并不理性 这根源于 人的非理性冲动 以及基于个人身份和立场的 无意识偏见 举例来说 美国的心理学家 做过一项调查 他们发现 当出现 管控枪支 能够降低犯罪率的数据时 所有支持这项政令的自由党人 都注意到了 而保守党人 却视而不见 当出现相反数据时 大多数保守党人都开始指认 而自由党人却忽视了 这就是基于立场的 无意识偏见 这个实验说明 我们坚信的不一定是对的 人类总是倾向于将理性 导向自己喜欢的结论 要想在理性之路上 尽善尽美 就必须时刻警惕自身的 认知局限 和各种理性陷阱 再来探看作者 对科学的谈法 平克认为 科学是理性思维的结晶 迄今为止 科学为人类 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但如今 依然有很多人在贬低科学 甚至憎恨科学 有人说 科技的进步 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 还将全人类置于核威胁之中 科学还导致了 严峻的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的确 与科学有很大的关联 但这是科学的错吗 问题出在了 使用科学的人身上 不仅如此 科学还为人类解决这些问题 提供了巨大帮助 另外 有些人认为 科学虽然伟大 但是它在面对道德问题 和人生意义问题时 是无能为力的 但平克说 事实绝非如此 科学摧毁了宗教的根基 破除了一些虚妄的道德义务 和人生意义的幻象 科学对浩瀚宇宙的发现 无疑也对我们的人生观 产生了深刻的启迪 霍金写时间简史的目的 并不是让我们每个人 都去研究天体物理 而是希望给我们带来思考 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科学思维的伟大之处 就是教会人们 在日常生活中 科学的思考 用知识解决问题 最后我们再说说 平克对人文主义的态度 什么是人文主义呢 人文主义强调以人为核心 反对暴力和歧视 提倡自由和平等 主张关怀人的个性 尊严和幸福 平克说 当启蒙思想 帮助人们摆脱宗教思想的禁锢后 人文主义 就为世俗道德和人生意义 提供了新的基础 同时 人文主义也界定了 科学的目的和意义 科学和人文主义的结合 才使人类社会的一切进步 成为可能 然而如今的人文主义 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如有神论的复兴 独裁主义 国家至上主义等等 都是反对人文主义的 平克呼吁我们 绝不能让这些主义和思想流派 侵蚀霸占人文主义的疆土 否则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都可能会陷于危险之中 反之 只要我们能坚决捍卫理性 科学和人文主义的价值 人类的未来就一定会更有希望 更有光明 说到这儿 今天的内容就聊得差不多了 最后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启蒙思想脱胎于人类对自我进化的诉求 内涵主要包括了 理性 科学 人文主义和进步 这四个方面 第二部分 我们用四个例证 说明了启蒙思想 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的作用 最后一部分 我们谈了谈 在这个时代 启蒙思想要面对的挑战 平克表达了 他对当今 启蒙思想处境的担忧 同时也为我们 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过上更好的生活 提供了重要启示 这本书一经出版 就引起了很多争论 有人质疑书中数据的准确性 也有人认为 他只选取了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数据 这些批评或许都有一定道理 平克也在书中说 虽然他坚信世界会越来越好 但他同时也对核威胁 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表示疑虑 尽管如此 这本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 观察这个世界的全新视角 您就一直对他永远 请可教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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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